美麗的城市 山海和港都有 不過高雄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城市 所有的災難 我們都身歷其境 也歷經很多很多的困難 瓶頸 痛苦 八八水災 八八那一年的水災 我們小民村 前村 媚村 大概五百多個人 無辜善良的人民 在這個過程中受害 我們高雄市的山區 受害非常非常的嚴重 然後接下來高雄市 有很多 包括各種颱風 還有我們去年 包括台灣如實以來 最大的公安事件實況暴漲 我差上講 這麼多的一個重大災難 都在這個城市裡會發生 這個城市因為我們是很多年 有一些產業的發展 也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對災害的救助 久病成良意的那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對於任何